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8日 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最近拉闊一些話題 多說一些不同的話題 這一節又是要說一些Juicy的東西 這一節想一起研究 哈里王子 就是在最新的書 回憶錄裏面 就是要揭破這個 威廉和他的恩怨情手 我知道 Tony也已經做了一節說哈里王子 我知道 大家的立場 但是我們也嘗試去慢慢研究到底 哈里王子和威廉 到底是因為甚麼原因 反目成仇 也嘗試評論一下 到底他們之間 誰是誰非 這一節牽涉就是 哈里王子說關於 這個 威廉 威廉王子 非常之嫉妒 我們在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目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 確實地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烏大法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法 希望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按閃電鍵 好了 我也免得 每五節都說了 我們在1月28日 將會舉辦妄罪 大家也知道大概內容了 希望大家記得報名 因為是星期六 所以 應該預早買定火車票 應該不是很困難 記得我們本台有兩個報名的熱線號碼 記得用WhatsApp文字報名 記得不要打過來了 記得不要重複報名 我們再說多次 我們有個計劃就是在 網聚結束 大概結束的時候 就是會去進行一次 快閃 的一個遊行集會 而我們也會安排 跟當地警方會聯絡 這是一個有安排的活動 那麼目標是什麼呢 反正就是曬馬 不差再做了這件事 因為我們認為這個在黑池 從來都沒有試過做 我們說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一直都想試一次 這次 已經有過百人了 所以很值得 就是做一次 希望大家盡量參與 其實不遠的 因為其實市中心 就是黑池站 換句話說 十幾分鐘 之內就去到了 所以我們會進行一次 是香港 光復香港的示威 也可以說是一個小型集會 在當地喊口號 我們這次的活動 我們盡量 會中英文對照 當然我們說話不能夠100%全部翻譯做英文 但是我們也會抽一段 本人 通年應該就不會說了 我會說 也會說回英文的 因為要遷就一些 是嘉賓 所以請大家注意 也是那句 請大家踴躍熱烈報名 我們真是 真真正正組織起來 這裡我也想告訴大家 有時不是全部是我們的idea來的 其實有些時候是我們一些 很熱心的聽眾和支持者 他們可能年紀也不是小的 他們想很多 時間 用很多時間 用很多心機 去一起想如何光復香港 這個就是想大家參與的地方 如果不是 真的是一群成年人 用盡你的腦汁 用盡你的智慧和力量 香港 其實是很難成功的 所以我們這裡 我們繼續負責出面 其他很多人 都給了很多力 我相信假如有一天 香港成功 建國 或者香港成功獨立 或者香港光復 我相信 我們這裡 很多人 是給了很多貢獻 我們給了一點點的動力自己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這一群人 將會成為好像 以色列 當時一群 猶太人 去建國一樣 我們向下這個目標 嘗試進發 行不行 沒人知道 我們回來研究哈里王子和威廉 正好 講英國 就要講一下英國的恩怨情仇 還有皇室 我們很久之前 也有想過 當時英女王還健在 當時的查理斯王子 據說 即是現在的英皇 據說查理斯王子 你要去見他 不是很困難 因為他 他在做的事就是跟 哈里王子很相似 他們做很多皇室人員 做很多慈善活動 有個慈善基金 其實只要你肯 捐錢給他的慈善基金 是要看到當時 還未是英皇的查理斯王子 其實是有機會的 即是說沒有大家想得那麼困難的 其實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 去講 哈里王子 以及威廉的爭議 實際上 皇室成員之間 自己其實也是一種 競爭的狀態來的 雖然是一家人 又雖然 是這個兄弟 大家都知道 在歷史上 無論中方也好 西方也好 其實應該叫東方才對 別叫中方 在歷史上 親兄弟為了爭權 反目成仇 甚至乎殺死對方 其實是屢見不鮮 就算在西方也是一樣的 不要以為西方就不用爭 從來沒有人說過 鬼佬不會爭權 從來沒有人說過 我們講來講去 這裏有制度 民主社會 從來沒有人說過 有民主 就沒有貪污 那些藍絲 請你聽清楚 沒人說過這些說話 有民主可以避免了很多擺明居馬的貪污 沒有人說要杜絕 杜絕不了 這是人性來的 所以才是想用制度 去控制住 哈里王子和威廉之間 也是一個重大的競爭 好 大家都知道 這個 威廉王子 就是王柱 但是哈里王子 就被擠出了外面 所以他們之間 矛盾其實是越來越大 現在 哈里王子就在他那本書回憶錄 就是揭露 揭露種種恩怨情仇 他亦都在這本新書 大大力攻擊威廉王子 還有 威廉王子的太太 凱特王妃 不過坦白說 哈里王子 對於 指控皇室 其實 功夫做得很差 其實 如果他 真的那麼受害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可以把那個指控 是更加有力地指出的 但是現在 看到哈里王子的指控 你會發現哈里王子的指控 大多數 好像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 雖然在他的眼中 是很重要 例如他舉例 說 威廉結婚的時候 他明明是應該做伴郎 但是 他就被人 等於扔了他做 婚禮招待 什麼原因呢 他舉出來的例子 也很奇怪 他說這個威廉王子 非常之窒渡他 原因就是因為他可以流蘇 而威廉王子 就不能夠 根據哈里王子自己所說 他說當時婚禮做伴郎 其實是一個世紀謊言 只不過是 這個 威廉王子有個好朋友 那個才是真真正正的伴郎 找哈里去做 其實是在做替身 他說通常在婚禮上面 伴郎 就是會說 跟這個新郎有什麼回憶 介紹新郎等等 但是在婚禮上面 威廉王子就找了兩個好朋友上台發表演說 而他 自己就被江格 成為了是司儀 成為了是主持人 他覺得自己介紹威廉兩個好朋友上台 覺得自己成為了婚禮的私儀 根本就不是伴郎 七年之後 輪到哈里和梅根結婚 哈里就繼續說 威廉王子非常之窒渡他 因為他 可以隨隨便便 更改自己的造型 但是威廉王子就不行 因為他是皇室繼承人的身份 威廉王子就逼哈里要他剃蘇 但是當時明明 英女王 伊麗莎白二世就是批准了哈里王子可以留蘇 所以哈里王子就一口咬定 其實 這個威廉一直 非常之妒忌他 非常之妒忌他 可以有自由身 可以有很多事情他做不到 看了兩樣 事項 其實你說對威廉王子的指控 其實也是一些 比較瑣碎的事項 而且 當中 夾襲著大量哈里王子 對那件事的主觀判斷 終於輪到梅根出場了 梅根又是甚麼一回事呢 原來梅根和凱特 也有大量的爭執 包括 想要一個獨立的造型師 凱特一早就想有 自己 自己的造型師 他認為梅根是搶他的造型師 但是其實原來梅根根據哈里王子的回憶錄說 他當時已經有造型師 結果兩個女人就爭起了 到了2018年 慈善活動 一個慈善活動的晚會 梅根忘記帶唇膏 於是 就被問凱特借唇膏 凱特結果是有借唇膏給他 這個指控最無力的地方是甚麼呢 他說凱特態度不好 一念不情願 其實 按照道理 就算多不情願也好 也借了唇膏給你 如果所以說道理 你會發現他們 自己說的 那些恩怨情仇 比 中學生和小學生更差 坐你旁邊的同學 不肯借 教剪 不肯借塗改液給你 差不多 這個就是外界對哈里王子最失望的地方 不是說不站在哈里王子那邊 但是問題是 以為你要大爆 皇室的黑材料的時候 以為有些甚麼 驚人內幕 誰知道原來 就是那些剃鬚呀 借唇膏呀 然後在婚禮上面 做節目主持人呀 每一樣東西 真的可以用雞毛蒜皮來形容 而我相信 最 拿這個哈里王子命的東西 對他來說 最hurt的東西 原來就是曾經有一次 就是他被威廉聲稱給他腦點 腦點他 就是穿著這個納水軍服 去party 結果 當時 穿了納水軍服去party 就是在英國被輿論罵到反艇 當年是2005年來的 當年的哈里王子就是20歲 他說是威廉王子 以及 王妃凱特 慫恿他 才發生這件事 我們當然同意 有機會你真的被人慫恿 但是 你當時也已經是一個20歲 的成年人 過了18歲了 你作為一個已經成年的人 你根本不應該把責任推給其他人 哪怕這個威廉王子 真的有腦點你 真的 說服你 叫你這樣穿 到最後你決不決定這樣穿 也是你的決定 而且為甚麼你 過了那麼多年 才說呢 足足過了18年 現在先拿回這件事來講 原來只不過是令人想起 18年前的事 都要拿出來 是大嫂特嫂 所以我這一節我不想 評論到底是威廉王子還是哈里王子 我只是覺得 威廉王子 我只是覺得哈里王子寫這本書 的指控 是很乏力 很不著邊際 他的程度 甚至乎 還差 隨便一個社運組織 罵大交跟著分手的時候 說的話 也沒有哈里王子 說的話那麼幼稚 這個才是最慘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分享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